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哲,欢迎来到11月23号的布萨Menu每日马骨菜单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目前主要是分享一些每日马骨菜单,马骨技术分析和我个人的一些操作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击一下subscribe button来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所发布的视频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LCI指数 今天我们KLCI指数是下跌了一个3.99 一个4点然后来到了这个1522的这个价位 然后通过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到也就是说 它这个走势近期都是处于一个横盘的状态 然后今天也释收了我们之前所放的这个1525的这个support 今天是收在了刚才那个1522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KLCI这一类型的走势我们就是继续的去观望 然后讲完KLCI我们来讲一下这个finance finance的话今天是收了一个假银阵阳上涨了一个2.7左右 来到了这个15284 所以说同样的我们的support还是用回这个15098 科技板块的话呢今天是下跌了一个0.18 的话算是保持不变了还是稳住在这个100点字上 然后这个能源板块能源板块在昨天失守了这个760的support之后 今天再次来到这个749 所以说一样啦如果说它短期内没有再次回到760的话 我们再来去找它下一个support 然后go property property的话今天也算是保持不变吧 是下跌了一个0.89左右 然后上有阻力下有支撑 所以说像这一类新的票就是继续的去观察 然后go这个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今天算是稍微失守了这个162的这个support 所以说一样啦就是看它接下来这几天的走势如何 然后这个plantation的话plantation的话虽然说今天是下跌了一个110点 但是起码还是稳住在这个6557的support之上 所以说一样啦就是继续观察 如果说失守的话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industrial industrial的话今天也是stolen跟印竹下跌了一个0.99 大概一点左右 所以说一样啦我们的support还是用回196 resistant还是用回202 no go这个consumer consumer的走势就没有那么的乐观了 它在上个星期失守了这个599的support之后 在昨天又再次失守了这个593 今天又再次来到这个587 所以说像consumer这一类型的走势 如果说它再次继续往下跌的话呢 我们maybe就要用它之前的这个地点 大概578的这个support 然后下一个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的走势也是一样在昨天失守了这个887之后 今天又再次下调到了这个881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它接下来几天如果没有再次回到这个887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用这个861的这个support 来作为我们的下一个支撑 所以讲完这个transportation之后 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个股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greattech 这个greattech在我前期的视频都有提到说 它失守了这个7块19分的support之后 我们就换另外一种玩法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6块82分 又或者说这个6块90分之类来作为我们的这个support 至于我们的resistant又看回之前的support也就是7块19分 所以说像它这样的走势上有阻力下有支撑 我们就是继续观察路 直到它来到其中一边 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然后这个D&O D&O的话呢 它今天在盘中是有曾经触碰到我们昨天所放的这个resistant 也就是这个5块98分的这个价位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还是收在这个5块93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像这一类型的走势 只好它没有失守我们的support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守住这一类型的票 然后讲完D&O 我们看下这个call bay call bay也是一样在盘中的时候 曾经触碰到我们的这个support 也就是5块88分的这个价位 但是在尾盘中还是成功收在这个6令吉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一样啦 只要它没有失守我们的support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像这一类型票也是值得我们去守住 然后讲完call bay 我们看一下这个inari inari的话今天它的走势算是保持不变 Sony跟Dodgy 所以说一样啦我们就看它近期能不能出现一个回踩 如果说能够回踩的话我们再去关注这一类型的票 然后如果说你是在之前就有操作到的话呢 也是一样如果说它没有失守你的support的话呢 你想要继续的去守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讲完inari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也就是Dnext Dnext在我昨天的视频有向大家介绍到也就是我认为短期内值得去关注的一些票 然后它今天的走势也算是健康的 成功来到了这个0.865的这个价位 算是突破了之前的这个resistant大概0.86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Dnext这一类型的票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support给往上移 像昨天这一类型嘛 我们的support maybe就是用这个0.83分的这个价位 然后像它今天这样走势 我们就把我们support给往上移 你想要移到这个850的这个价位 又或者说你想要用之前这个candle的一般840 都是ok的 这些都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所以说在这里我就把它放在这个850 然后把它换成红色 如果说它接下来失手的话就是先一个take profit 或者cut loss的方式提前走人 当然如果说它能够继续稳住的话 我们的resistant还是一样看向这个0.91分 然后讲完Dnext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kpress skpress今天上涨了一个0.10来到了这个1块85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skpress这一类型的走势 如果说你想要把你的support往上移 从一个1块80分的这个价位移到这个1块81分1块82分 这些都是ok的 这些support都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些仓位 你自己的一些能够承担风险的能力来做出调整 所以说我们讲完这个skpress之后 我们来看下一个也就是这个hpmt hpmt今天在盘中的走势算是非常的完美 只是说在尾盘的时候还是收在了这个0.68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我在这边先删掉这条线 这条线是之前放的 然后至于这个hpmt呢 我是在之前11月18号19号都向大家提到原因 也就是说经历了一波下跌之后 成功收住在这个0.615之后出现了一些羊主的讯号 然后他在今天是成功来到了这个0.68分的这个价位 然后我也在之前的这个高点画一条线滑 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今天的这个价位是收在了之前的这个resistant的这个点 所以说现在hpmt这一类型的走势呢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看到像今天这一类型的走势 你想要先take profit提前走人也是没有问题的 又或者说你想要take profit一部分起来留着剩下的继续观察也是ok的 这些都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天是带量跳空来到了这个0.68分的这个价位 然后在盘中收拾有曾经来到这个0.7的这个价位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他却在这个主力的地方收了这种倒掉垂直的形态 虽然说我们不能单靠这种蜡烛的形态就来决定我们的这种买卖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有时候还是值得我们去参考一下啦 所以说像hpnb这一类型的走势呢像我刚才讲如果说你是比较怕的话呢 我个人的建议也就是说你可以先take profit一部分起来 然后留着剩下的继续观察 因为如果说他明天继续往上涨的话你也只是少赚一点点 但是说如果他明天往下跌的话 你起码也是lock这一部分的profit 当然在这里也就是我个人一些建议啦 你还是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方式去操作这一类型的票 当然像他今天这样走势也不排除他明天会继续往上涨的可能性 所以讲完这个hpnb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ackstar global 这是hackstar global呢之前向大家提到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经历一波下跌之后 成功稳住在这个1块46分的这个价位也就是前期的这个高点 然后他今天是私收入我们这个1块46分的support 所以说像hackstar global这一类型票呢 我们就是用他下一个support maybe也就是这个1块38分的这个价位 如果说他这几天就是继续往下跌之后 能够成功守住在这个1块38分的话呢 像这一类型票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 当然如果说他直接跌破的话 像这一类型票我们就先把它放在一旁 直到他再次突破 我们再来去重新关注这一类型的票 然后讲完了这个hackstar之后 我们再看下一个也就是这个hackstar hackstar global这支票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是有失收了 我们这个0.865的这个support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还是成功的收在这个0.870 算是成功也不回上来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像occa这一类型的票也是值得我们去守住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类型票 所以说我讲完这个occa之后 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YBS YBS今天的走势也算是非常的完美 因为这支YBS我之前向大家提到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11月18号的时候有向大家提到 当时提到的时候有讲到嘛 如果说你是比较保守的话 你可以观察多几天 又或者说等他重新再次回到这个0.515 的时候你再去关注这一类型的票 所以说像18号19号这两天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走势 然后他在今天也是成功突破这个0.580 来到了这个0.625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在之前18号19号这两天 有关注到这支YBS的话呢 那就恭喜你 因为像他今天的走势也是成功来到的 他有史以来的一个新高 也就是这个0.625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YBS这一类型的走势呢 那同样的我们就把我们的support给往上移 我们把它移到这个蜡烛的一半 大概这个0.60分的这个价位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都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如果说他接下来这几天有失手的话 我们再来先以一个take profit的方式提前走人 然后讲完了这个YBS之后我们来讲一下之前 也是有提到的一些票 首先也就是这个milux milux这支票在我昨天的视频忘记向大家提到 然后至于这支milux呢 之前也是在他成功突破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10月15号的时候有向大家提到 然后他接下来的走势也是直接往上涨 来到了他有史以来的一个新高点 也就是这个1块65分的这个价位 然后他在今天的时候是收了一个阴烛 收在这个1块54分的这个价位 只是说这支票我在我昨天的视频 忘记向大家提到 所以说像他昨天这一类型走势呢 我们就把我们support给往上移 你想要把它放在这个1块53的这个价位 又或者说像蜡烛的一半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把它放在这个蜡烛的一半的话呢 像他今天那个走势 你想要先以一个take profit的方式提前走人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决定都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所以说我们讲完这个milux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性 这支红性也是一样 之前是在这里触碰到这一手 有向大家介绍到 所以说像他这几天的走势 如果说是有触碰到你的support的话呢 我更认为你要先一个take profit或者cut loss的方式提前走人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也就是这个myeg 这个myeg呢 也是在我前一期的每周马股赛群 我向大家介绍到 当时介绍的时候也就是说 他在这里出现了这种看涨十字星 之后有出现一些羊猪 我便有向大家提到 然后他这几天的走势也算是非常不错 然后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是一度曾经来到了他的这个1块15分的这个高点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还是收在了这个1块09分的这个价位 也就是前期的一些resistant嘛 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图放下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之前来到了这个1块09分之后也是啊 往下调 所以说像myeg这一类新的走势呢 同样的如果说你是比较担心的话 你就先take profit一部分 留着剩下的继续观察 又或者说你想要直接等看明天的走势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讲完这个myeg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讲到这个helptech helptech的话今天是收了一个银竹 所以说像helptech这一类新的走势呢 如果说他今天是刚刚好触碰了 然后你的support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你也是一样可以等看明天的走势 如果说他明天有四手的话 你想要先以一个卡拉斯的方式提前走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support是用这个0.520的话呢 像这一类新的走势就没有影响到你 所以说讲完这个helptech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每周马股赛选视频 里面有向大家提到的一些票 然后第一只啊mytech的话 像昨天有提到嘛 四手的话就是先把它放在一旁先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只也就是这个belly gun 这只belly gun今天的走势啊算是保持不变 还是守在了这个0.50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belly gun这一类新的走势呢 短期内如果说没有四手的话呢 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关注 当然四手的话就是先把它放在一旁 然后讲完belly gun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lsoft elsoft在昨天的走势是非常的完美 然后啊今天是有下调了一个0.02 守在这个1.03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elsoft这一类新的走势呢 如果说你昨天的support是把它放在这个 蜡烛一半大概1.01 像今天这样的走势就没有影响到你 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守住 所以讲完这个elsoft之后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也就是这个b stick 这只bell stick呢 今天的走势是收了一个inverted hammer的这种形态 再次回到了这个0.555的这个support 所以说一样呢如果说它短期内没有失手这个0.555的话呢 我更认为也是一样值得我们去关注 如果说失手的话就是先把它放在一旁 然后讲完这个bill stick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texcam 昨天我提到的texcam的走势也是一样 今天是下调了一个0.01左右 所以说同样的啦如果说它没有失手我们的support的话呢 我更认为像这一类新票也是值得我们去守住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然后讲完这个texcam之后 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d罐 d罐这支票的话呢今天在盘中有再次来到了这个之前的resistant 大概这个2.92的这个价位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还是收在了这个2.89 所以说像d罐这一类新票也是一样继续观察 如果说它接下来突破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然后下一个也就是花态 花态今天的走势也是保持不变sony跟dodgy 所以说一样啦如果说接下来都没有失手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关注这一类型的票 然后讲完花态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venue revenue这支票今天是收了一个印竹 所以说一样的啦像revenue这支票呢 如果说你的support是把它放这个蜡烛的一半 像今天这一类型的走势呢你就可以看它明天 能不能继续的收住在你的这个support上 如果说它失手的话你想要先一个take profit的方式提前走人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讲完这个revenue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afi tafi的话在昨天失手了我们这个2块79分的support之后 今天又再次继续往下跌来到了这个2块33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一样啦像tafi这一类型票 就跟昨天讲到那支mytech一样 如果说短期内没有才是回到我们之前所放的这些support的话呢 像这一类型票我们就是先把它放在旁 所以讲完这支tafi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个人认为短期内值得去管注的一些票 当然这些票都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分析与判断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所有的决定还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第一支也就是这个pi 这支pi其实也就是刚才在那个每周马国筛选的视频也有提到的 同时也是一直有在我视频里面提到的 像这支pi今天会向大家提到的原因 也就是说我之前有说到嘛 我爱的就是会等他回踩这个上升趋势线 又或者说等他稳住这个2块83分的这个support 我们再去关注这一类型的票 然后虽然说他今天的走势是收了这种倒掉垂直的这种形态 但是我更认为像pi这一类型的走势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这些support cut loss点给放好就ok了的 所以说像pi这一类型的走势呢 我更认为我们就可以用这个3块83分来当做我们的这个support 如果说他接下来有失守我们这个3块83分的话 我们再先以一个cut loss的方式提前走人 又或者说你是比较能顶的话呢 我更认为同样的啦 你还是可以用回这个上升趋势线 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你是比较保守的话 你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几天 如果说他接下来都能够成功稳住的话 你想要再来去关注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讲完这个pi之后 我们来讲下一支也就是这个glotech 这个glotech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事先先把这两条蓝线给画好 然后我们看了这个两条蓝线之后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蜡烛的这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他每次触碰到这个support之后 来到这个resistan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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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像他今天的走势呢 也是一样成功在这个support之上收了一根羊烛 所以说同样的啦 像glotech这一类型的走势呢 我更认为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当然你是比较保守的话 你就可以观察到几天喽 如果说他接下来是失守了这个上升趋势线的话呢 像这一类型的票 我们就是先把它放在一旁 所以说一样的 在我之前视频都一直提到 如果说你比较保守的话 你就用一个比较保守的形态 来关注这一类型的票 比如说之前呢在这里动到之后 他都连续稳住几天嘛 所以说像这一类型的走势 就非常适合一些比较保守的 当然如果说你是能够承担的风险比较高的话呢 你也是一样可以提前去关注 因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另外一个example 也就是说之前这里 他一触碰到之后也就是直接反弹了 所以说在这里我还是想要再次强调啊 这些操作方法并没有对跟错 最主要是你看哪个更适合你自己 所以说像glotek这一类型的走势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蓝色的这个trend line 来当做我们的support 又或者说你想要用整根蜡烛 大概这个0.635也是ok的 然后至于我们的resistant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向前期的一些高点 大概这个0.71的这个价位 所以如果说这次glotek 接下来都能够成功稳住在这个蓝色的trend line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便可以看向这个0.71的这个resistant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一类型的飘塔的这个盈亏比率也是比较健康的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645这里拉到635的话 啊也只是一个0.010嘛 如果说你比较能忍的话 来到这个0.625的这个价位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profit的话 如果说他之后能够成功来到这个71分的话 也是有一个0.06大概一个10.3%左右 所以说像这一类型的这个盈亏比率也算是比较健康的啦 当然在这里我还是想要再次强调 在这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所有的决定都还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所以讲完这只glotek之后 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些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 就请大家帮我订阅按赞并且分享出去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